哦靠见到了见到了见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几个匪徒抬着 走走走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抓到一个 另外的还没抓到 不好意思啊各位观众 我这个不敢跳下去 他们太威猛了 这是云南边防战士抓捕劫匪的正式画面 云南的高速路口数十名蒙面劫匪 嚣张来录奖劫 短短半个月时间 就连续做案数百起 非法获利30多万 年仅19岁的边防战士奋不顾身 在身中18枪的情况下 坚持追击劫匪 最终成功将其抓获 2016年 云南某高速路口 突然涌现出一批 拦路抢劫的劫匪 他们三五成圈 每辆车轿价200元到800元之间 由于他们各个目光凶狠 又手势武器 因此过往的司机们 出于安全考虑 并不敢跟他们硬碰硬 大多数人都选择花钱消财 大年有些胆子大的司机 但由于这些劫粉们行踪不定 经常选在深夜才出来活动 这个时间点是人最放松的时候 再加上劫粉们全都蒙着面 根本就没有人看见过 他们的真实面目 因此警方一时之间 也难以找到关注他们的信息 没想到这种情况 竟然让劫匪 以为警察奈何不了他们 于是更加嚣张 人数也不断壮大 2017年 云南河口县公安局 再次接到报警电话 对方声称自己在高速上遭遇了抢劫 数十名蒙面劫匪 设置路障 将往来撤辆逼体 强迫他们交线 否则就让他们好看 等警方赶到现场时 这群劫匪就像之前一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 经过不断的走访调查 警方终于得知 这群劫匪其实是附近村子里 几个有手好心的人组成的 经过一系列的追查 最终将这几个人抓捕归案 但据这些人交代 他们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没钱的时候 才会出来拦路枪劫 剩下的那些才是真正的大佬 原本以为抓住了几个 其他的应该会收敛一些 没想到解粉们 不仅没就丝毫收敛 反而还嚣张的 自制了枪支器械 纵汉石的人数 也比之前更多 为了将这群不法分子 彻底抓捕归案 警方只好向边防部队 请求支援 2017年1月16日 红河边防支队 接到命令后 立即行动起来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他们并不就乘坐 知情车辆 而是乘坐普通的四驾车 前往劫匪出没的路段 车辆行驶了一段时间后 前方却突然开始拥堵 战士们猜测 前方应该就是 劫匪出没的地点了 果不其然 前方数十个手持枪支的 蒙面劫匪 正在拦截过往车辆 眼看着距离劫匪越来越近 战士们并没有着急行动 直到对讲机里 传出来行动的命令 一个人影瞬间冲在了最前方 他就是刚满19岁的战士 张豪 劫匪们看到突然冲出来的战士们 一时之间有些反应不过来 等回过身后 他们顾不上抢劫 萨鸦子就开始四散逃海 张豪紧紧的跟在一名劫匪身后 没想到劫匪为了摆脱他 突然转身边逃边开墙 张豪来不及躲闪 只觉得身上瞬间传来剧痛 但看着近在支持的劫匪 他不甘心就这么让劫匪跑掉 于是他强忍着剧痛继续追击 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 劫匪竟然会狗急跳墙 这是边缝战士身中18枪后 依旧坚持追击劫匪八百命的阵势影像 眼看着劫匪即将落网 没想到他为了躲避抓捕 竟然直接从五米高的桥上跳了下去 这么高的地方 一般人跳下去可能都会过折 更何况张豪还身负重伤 但为了抓到劫匪顺利完成任务 张豪还是毫不忧意的跳了下去 将劫匪死死的压在身下 好在战友及时赶来 帮助他将劫匪制服 等一切结束后 战友发现张豪 支持们又站起身 这才发现他的迷彩夫 早就被鲜血染污 此时张豪才来得及 向队长汇报自己受伤的情况 当战友们关切的询问他疼不疼时 这个年轻的大男孩 还不忘安慰身边的战友们 等他被送进医院时 医生们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 张豪的身上共有18处枪伤 其中还有13枚钢珠留在体内 虽然他被送来之前 已经进行了简单的止血包扎 但鲜血还是止不住的往外流 好在伤口虽然吓人 但并没有伤及要害 医生为他取出了胳膊 和大腿上的钢珠后 由于技术有限 膝盖附近的钢珠 只能到军区医院取出 转院后 在进入手术之前 张豪还不忘定住战友们 不要把自己受伤的事情 告诉他的家人 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 张豪身体里的钢珠 最终只取出了10颗 即使医生们已经非常努力 但依旧有三颗钢珠无法取出 然而张豪却并不在意这些 他醒来后 最关心的事情 竟然是劫匪 有没有全部落网 任务是不是顺利完成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 张豪的身体才刚刚好转 就迫不及待的 想要回到部队 部队领导劝不住他 只好将他的母亲请了过来 看着沙飞累累 躺在病床上的张豪 母亲忍不住 视声吐 而张豪却笑着安慰母亲 自己接受的是最好的治疗 用的也都是最好的药 伤口都已经快要痊愈了 不久之后就可以活蹦乱跳了 安抚好母亲后 张豪进行了一段时间 等到完全康复 即将回到部队时 他趁机向领导提出了一个要求 而领导听了他的要求后 不仅立即批准 还对他赞赏有加 见到了 见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有几个匪徒抬着 走 19岁的边防战士站好 身中18枪 依旧坚持追击劫匪800米 最终从无比高的桥上 一跃而下 将劫匪当场抓获 而他脱离危险后的第一件事情 竟然是要为了一个老人圆梦 事情很久从他的小时候的经历讲起 张豪1997年出生 在他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他深知母亲的不义 因此早早的 就养成了听话懂事的性格 当别人无忧无虑的 四季玩乐时 张豪却早早的 承担起了保护母亲的责任 小时候母亲经常教导他 要懂得感恩 他将母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间 成为边防战士后 更是将人民放在守卫 有一次他在执行任务期间 无意间遇到了一个孤寡老人 张豪觉得老人非常可怜 于是他就将老人 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没事的时候 就会主动看望老人 除了家人外 他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这个老人 而这次受伤 他已经很久没有去看望老人了 老人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 因此在返回部队之前 他想再去看望一下老人 确认老人没有问题后 他才能安心的回到部队 即使后来转业后 张豪也始终没有忘记出心 他转业后 成为了一名边防警察 继续奋斗在 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 2026年春节前后 张豪所在的派出所 借到报案 一个孤瓜老人迟迟们就出门 并且房门减闭 屋里没有任何声音 有人怀疑老人 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 怕老人出事 于是就报了街 张豪得知消息后 火速赶到现场 当时很多人怕被感染 并不敢进老人家里 张豪劝美就想那么多 因为在他看来 生命最可贵 于是他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撞开大门冲进屋后 发现老人昏倒在地 房间里还到处弥漫着煤气味 他瞬间意识到 老人是因为煤气泄漏 造成了煤气中毒 于是他二话不说 将老人背到户外 经过紧急的救援 老人最终醒了过来 张豪这种舍弃为人的精神 感动了无数人 他的事迹被传开后 社会各界纷纷为他点赞 后来在公安局 发起了投票选举中 他被广大网友 一致评讳 我心中的警察英雄 张豪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向我们展示了 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 也用自己的光荣事迹 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 面对穷凶极客的劫匪 他冲锋在前 面对未知的危险 他毫不畏惧的挺身而上 这种大无畏的品质 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